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种是剩余鼓励政策 第二个是固定的鼓励政策 第三个是固定鼓励支付率的政策 最后一种是低正常鼓励加额外鼓励政策 那么接下来老师就会针对这四大鼓励分配政策 一一给大家说一下它到底是什么 然后它的优缺点到底是什么 然后包括它们四个之间的一个比较 到底哪一种更有优势 接下来老师就给大家介绍这四大政策 首先第一个呢 剩余鼓励政策 什么是剩余鼓励政策 非常重要 在这里我们给大家解读一下 就是指在公司有良好投资机会的情况下 我们的公司财务部门呢 会根据公司的一个目标的最佳资本结构 去测算出投资所需要的权益资本 比如说我们的最佳资本结构 是债务和权益是50比50 那么如果投资所需一千万的话 那么我们在这里所需要的权益资本呢 应该就是一千万乘以百分之五十 就五百万 那么这样税后净利 首先满足投资所需的权益资本 如果你当年的税后净利 没有超过我刚刚算的五百万 那么我们讲就不能够去发放鼓励 如果是有剩余 比如说我的税后净利是达到六百万的 那么我超过我投资刚刚算的 根据我的最佳资本结构 测算出来的五百万 之后还有一百万的结余 那么才可以用于分配鼓励 所以这个政策是鼓励无关论的具体应用 因为我们上一节课给大家介绍了 这个鼓励的理论 包括鼓励无关论和鼓励相关论 在这里面呢 剩余鼓励政策就完全是不考虑什么 不考虑对公司价值和公司的股价的影响 因为他认为这个鼓励的发放呢 其实是跟公司价值是没有关系的 而应该更多的注重于什么 公司保持一个内部的 保持一个目标的最佳资本结构 然后呢 再去算这个 决定发不发鼓励 这是剩余鼓励政策 那么剩余鼓励政策的制定步骤 包括这样四个步骤 首先呢 要根据投资方案确定你这个投资所需要的资金量 你从外面拿到一个项目 你要首先要计算一下这个项目从头从这个 这个啊开始建建立开始建立一直到最后这个生产出来 这个过程当中需要多少资金量啊 这个数量咱们首先要第一个估出来 第二个呢就要根据企业目标资本结构啊 这里强调的是目标资本结构啊 要确定所需的权益资本数格 也是刚刚老师给他举的例子 前面如果是策略出来投资 所需要的资金量是一千万 然后你目标的资本结构呢 又是债务比权益是啊 这个五十对五十 那么我们的确定所需的权益资本金额呢 就要用一千乘以百分之五十 第三个 尽量使用税后净利润去满足投资所需要的权益资本 最后呢 就剩余部分才可以用于给股东分配鼓励 大体呢就是这样的一个这个步骤 那么剩余鼓励政策的优缺点有哪些呢 首先优点我们讲 通过剩余鼓励支付政策呢 可以使公司保持一个理想的资本结构 因为老师在介绍这个概念 和介绍他的制定步骤的过程当中 都提到了一点 这是什么 他会根据企业的目标资本结构 他有一个目标的最佳资本结构 所以呢 根据我们的剩余鼓励政策的制定呢 他就会使这个公司一直保持这个理想的资本结构 然后使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最低 企业价值最大 他这是属于资本结构非常稳定 但是缺点呢 是不会受到希望有稳定股力收入的投资者欢迎 也就是他没有考虑到什么投资者需求 那么股力可能会忽高忽低 容易影响到投资者对公司的信心 而且呢 这样一来 如果是用剩余鼓励政策的话 公司到底赚不赚钱 是赚钱是亏损 通过这个鼓励支付的情况 投资者也能够真实去 也能够实际的去看到 也容易去影响到投资者对这个公司的信心 就相对来说比较透明嘛 比较容易辨识 这是剩余鼓励政策的优缺点 那么在这里举个例子 比如某公司2010年净利润是4000万元 11年年度投资计划所需的资金是3500万元 公司目标资本结构为权力资本占60% 债务资本占40% 那么按照目标资本结构的要求呢 我们讲公司投资方案所需要的权力资本数额 首先我们确定了什么 这个投资所需是3500万元 那么第二步呢 我们就要考虑根据目标资本结构去测算一下 它所需要的权力资本是多少 也就是说3500万乘以60% 这个算出来金额是2100万 那么按照我们剩余鼓励政策的要求 当年实现的10年实现的净利润呢 可以分配的是4000万 那么4000万我们讲是很好地覆盖了 投资需要的权力资本 2100万 那么剩余的1900万呢 就可以用于这个分红去考虑 那么具体之后到底是分 这个1800万还是1500万 这个是我们之后我们讲 是首先要弥补是吗 弥补为以前年度的亏损 然后再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提取任意盈余公积金 最后呢再考虑实际分给股东的 分给投资者是多少钱 反正在这里呢 通过这样一个例子呢 就把这个我们的剩余鼓励支付的这个政策 怎么样执行给大家介绍清楚了 第二个呢是固定股力政策 那么固定股力政策又称为稳定增长的股力政策 公司会将每年发放的美股股力数额固定在一个特定的水平上 然后在一定时间内维持不变 基本上比如我这个13年是美股派五毛钱 然后14年还是五毛 15年还是五毛 基本上维持在一个固定的水平上 只有当公司认为未来的盈余增长足够 将股力长期维持在一个更好水平上 这种增长是不可逆的时候呢 公司才会提高美股股力的发放 那么在这里就是强调的是 股力支付的这个水平呢 一直保持在一个非常稳定的水平 除非是很大把握这个公司 这个营销收入会保持一个稳定增长 它才会变动 这样的一个股力支付水平 那么它的优缺点是什么呢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固定股力政策的一张示意图 通过这个图示呢 我们就能够比较直观的了解 什么是叫股固定的股力政策 那么横轴是时间 纵轴是股力支付的金额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EPS 无论这个美股收益是如何的波动 我们这个D呢 Dividend 这个股力支付的金额呢 都是保持一个恒定的水平 这就是我们固定股力政策的一个精髓 那么固定股力政策的优缺点到底是什么呢 它相比于我们前面讲的剩余股力支付政策 是有一些什么样的不同呢 我们来看一下固定股力政策的优点 首先它传递公司 对外传递公司是一种什么 公司是正常发展的信息 因为我一直保持一个恒定的水平 这个发放股力 说明我的经营是没有什么不好的状况的 那么有利于树立公司的良好形象 增强投资者信息 稳定股价 另外呢 还有利于投资者安排股力收入和支出 不光是你上市公司对外传递了一个好的信号 树立了好的形象 对于我投资者来讲呢 我 我这个买你的公司股票呢 看重的就是你稳定的每年都有固定的收入 也什么呀 也方便于我个人投资者或者是机构投资者 对我自己投资金额的一个这个安排 对自己的这个现金流的一个准确测算 对吧 这个这是他们的优点 那么缺点呢 就是说鼓励的支付与盈余脱节 也就是说他不会考虑你这个公司当年的这个到底是赚一千万还是赚一百万 发放的鼓励的金额都是一样 这个两者产生了一个脱节 那么当公司的净利润下降或者现金紧张的时候呢 还要打中脸充胖子去支付一个固定的这个鼓励 所以可能会造成公司较大的财务压力 这是这个固定鼓励政策的一个比较这个重要的一个缺点 这是前面两个都给他介绍 第三个呢就是固定鼓励支付率的政策 那么在这里面强调的是一个支付率的概念 支付率的概念 也就是说从公司净利中提取固定的百分比 作为鼓励支付给股东的鼓励政策 那么在这里相比于固定鼓励支付政策呢 他更多的是什么 考虑了这个鼓励支付和盈余的一个相联系 就避免了我们前面刚刚说的这个鼓励 固定的鼓励支付呢 与这个政策的弱点就是鼓励的支付与盈余相托结 那么在这里面呢很好地考虑了这样一个这个这个这个弱点 那么我们在这里同样用图示给大家展示一下 也就是说是我们的鼓励支付的金额呢 是和公司的每股收益是保持一个同步增长和降低的 这也就是说他的这个鼓励支付率呢 是保持一个固定的水平 那么他的优缺点是什么样呢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他的优点 也是使鼓励和公司的盈余紧密的配合 多盈多分少盈少分无盈不分 那么不会给公司造成较大的财务负担 很好的解决了我们刚刚讲的固定鼓励支付政策的一个这个缺点 那么他的缺点呢是鼓励会忽高忽低 可能向投资者传递公司经营部稳定的信息 容易使股价产生较大的波动 不利于树立良好的形象 这是固定鼓励支付率的这样的一个优缺点表现 那么最后一种呢 是叫低正常鼓励加额外鼓励的政策 这个也是老师呢 比较认为比较合理的一种这个鼓励政策 那么他讲的是 公司事先会设定一个较低的正常性的 这个经常性的鼓励额 那么在一般情况下呢 公司每期都会按照这个金额支付正常的鼓励 那么只有当企业盈利较多的时候 会根据实际情况发放额外的鼓励 但额外的鼓励并不固定化 不意味着公司永久提高了规定的鼓励率 那么这样的话 第一不会给这个公司造成太大的财务压力 第二呢也使咱们的投资者 对自己的投资收益有一个可以预测的一个预期 非常好的解决了我们前面 这几种鼓励支付政策的这个缺点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优点 是给公司 创造了比较大的财务弹性空间 使靠偏好鼓励的投资者 每年至少可以得到数额较低 但很稳定的鼓励 既可以保证股东的收入呢 也增强了这部分股东对公司发展的信心 也不会给公司财务造成太大的压力 所以呢 现在来讲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都在逐渐选择 这样的一种鼓励政策去执行 从这个执行的情况来看呢 也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示意图啊 低正常鼓励加额外鼓励政策的一个示意图 那么我们会看到 当这个EPS不断波动的时候呢 我们大部分时间都是维持着一个比较低的一个 鼓励支付的水平 那么在这一段 升高的这个水平对应的是什么 我们的EPS发生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增长 也就是美股收益发生了明显的增长 那么对应的来说呢 我们在这个增长的趋势基本确定之后呢 我们为了鼓励投资者 或者是回报投资者 我会做一个相应的鼓励支付数额的提高 那么在下降之后呢 当我们这个EPS的优势不在那么明显之后呢 我们又会还原到了原来的支付水平 所以呢这个的话 是等于是使上市公司和投资者 都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交代 非常好的交代 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后期 我们讲这个上市公司实现经常用的 最后呢老师在这里 把这个针对公司发展阶段 每个公司发展阶段的特点 去推荐了一个比较归类 这个适应的鼓励政策 也就是说我前面讲的四种鼓励政策 不是说这个一定是绝对的 对于公司任何公司类型 任何公司发展阶段都是通用的 其实他们每一种呢 都有自己对应的一个 能够发挥比较好的一个场景 一个这个环境 那我们在这里进行那个归类 首先呢当公司处于初级阶段的时候 初创阶段的时候 这个时候公司的特点是什么呀 是经营风险高 融资能力非常差 因为它没有什么 没有形成一些 这个大规模的这个固定资产 所以它融资能力比较差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适应的鼓励政策呢 我们对应的应该是 剩余鼓励政策 就说你公司赚多少 你发多少 不赚不发 这是这样一类 那么当公司高速发展阶段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我们讲产品的销量 发生一个急剧的上升 需要进行大规模的投资 需要大规模的投资 那这个时候呢应该保持一个 低正常鼓励 再加额外鼓励的一个政策 在你投资规模 就是投资资金缺口比较大的那几年 这个投资支出 金额重大的那几年 我们应该正常保持低正常的这个鼓励 那么当我们的投资慢慢逐渐回来回流 产生资金回流的时候呢 我们讲适当的可以去给这个投资者 加一定的额外的鼓励政策 这是我们讲公司高速发展阶段 比较适应于这一种第四类 那么当公司稳定增长阶段的时候呢 也就是说这个企业的销售收入稳定增长 市场竞争力也逐渐增强了 行业地位呢也已经巩固了 投资者需求减少 那么这个时候呢 净现金流入量呢稳步增长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就相对来说 我们这个公司的收入 已经可以预期到 会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 保持一个稳定增长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采用固定 或者持续增长的一个鼓励政策 加大什么投资者 对我们上市公司发展的一个信心 第四类公司成熟阶段 那么这个时候产品的市场居保和销售收入呢 又难以成长 但盈利水平相当稳定 公司呢通常已经积累了相当的盈余和资金 那这个时候就面临什么 企业现有的这些产业呢 盈利水平非常的稳定成熟 但是呢又没有很好的 其他的投资方式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采用一个固定股率支付率的一个政策 就是也不要把这个过多的这个利润形成压到企业 应该也要让这个投资者去享有这个 咱们讲公司成熟发展阶段 这样的一个红利 最后是公司衰退阶段 那么产品销售收入锐减 利润严重下降 鼓励支付能力 日益这个建筑 那么我们应该采用 又回到这个公司出场阶段 去采用一个顺利鼓励政策 所以这样一张表呢 我们讲对于我们这个掌握鼓励支付政策 鼓励分配政策是非常重要的 我也建议大家重点去对应的这张表 进行一个记忆 这个也便于我们去理解各种鼓励政策 它的优缺点是什么 而且它的内容是什么 都是比较直观的了解 通过对比适用于不同的企业发展的 这个我们讲企业的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 都可以找到对应的鼓励政策 好 那么今天呢 这节课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那么通过今天这节课 我们把这个第十六讲 整个鼓励分配政策呢 也是在这里给大家进行一个这个小节 我们在这里鼓励分配政策里面 给大家讲到了这个鼓励分配的一些 基本概念 鼓励分配的程序 形式 步骤 还有一些重要的鼓励的相关理论 最后我们还介绍了这个 四种不同的这个重要的鼓励分配的一个鼓励政策 那么希望大家在这个 在这节课以后呢 去把我们前面就是16.1到16.2 16.3 16.4 在系统的去进行一个这个总结和对比的学习 这样的话就有利于大家去掌握好咱们鼓励分配政策 这一章的学习要点 那么今天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